欢迎你回到凡人节的意想世界 我们这个小时来访问一位很特殊的人 他是1975年次 那么在家义出生 那么这个人小时候应该是父母亲很头痛的人物 你知道我们节目里面常常对我来一些父母亲觉得很头痛的人物 后来这父母亲都会对外夸耀 说这小孩子我从小就知道他会很有主意 这个今天我们访问这一位呢 他就是他是一个跨界的艺术的创作者 从小就喜欢画画 那么但是小时候没有这个环境 后来他在网络在艺术界可以说是小有名气 他叫做陈志伟人称阿伟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跟阿伟原创设计品牌的负责人 就是叫阿伟你本人对不对 阿伟利欧 利欧大家好 你好吧你嘉义人对不对 听说看到你的人都觉得你在嘉义是混混到阿伟 混到大哥级的人物是不是 没有啦 面穿比较差 就是长这样就看起来比较凶神恶煞一点 凶神恶煞 好啦阿伟你1975年今年是几岁 今年4747那真是创作很旺盛的时候 一直都有在创作 一直都有在创作 好啦小时候阿伟其实生活在一个算是蛮坎坷的家庭 可以这样讲 有点连续剧的剧情 连续剧的剧情 哎呀我们听众们很喜欢听故事 特别是喜欢听人家 在小时候坎坷的人生 阿伟小时候 其实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有两个妈妈 对对对 因为小时候就是我的生父 就是会家暴 然后我的妈妈就回到我外婆这边 在外婆这边把我生下来 然后就对对对 然后我的这个生父要跑来我外婆她家 把我抱回去这样子 就你是被抱走的 对 逃跑回家就对了 那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你几岁 一岁 一生 一岁 还没摸过 还没有满约你就被抱走了 对对对 然后他 我们这个老婆 他就没要让我跟我母亲见面了 哦 我一直在我生父那边生活到六岁 OK 那但是有一个妈妈在生父旁边嘛 对不对 你的 你生父的小三啦 这样讲对不对 算是啦 算是啦 小三有生小孩吗 有 有生两个女儿 我的印象中是两个女儿啦 是我的妹妹嘛 你什么叫你印象中 你后来就没有见过了是 没有后来就 后来没有跟他们 我六岁之后回到我外婆这边之后 我没有就没有跟他们 哦 OK 所以你的记忆停留在六岁 对对 那个记忆 好 这样子简单讲 就说阿伯在出生的时候就被爸爸生父抱走了 对不对 这样抱走之后 生父跟他身边的女人又生了两个女儿 类似 这样子 然后呢 你就一直在那个家里长大 你以为那是你的妈 当然 对啊 那他对你好吗 那个时候印象当中他就普通啦 就就像一般的女儿这样就对了 只是我这个生父他比较 他 他 他会把我打啦 爸爸还打你 但是他不去打这两个妹妹啦 哎呀 那你小时候应该也是很调皮啦 好不好 我应该也是啊 我也没有什么印象 只是说 就是那个环境里面 我的我有印象就是 我遇到就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会回到 又回到外婆那里去呢 因为我这个生父跟他这个 算小三啦 他们是有 有个生孩子 孩子又在婆婆 但是他没有 我这个生父没有跟我 我妈妈办离婚 OK 他在那个年代是患了重婚罪 OK 他有跟那女的办结婚手续 我不知道有没有办 但是孩子有入户口 哦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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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妈妈就是跟他讲说 怎样我就告你 我母亲就告了 告 我母亲就告 我母亲为她的条件就是 要我的监护权嘛 哦 哦 啊本来那个那个年代重婚罪是要入育的啦 哦懂了 爸爸就是生父呢 想说不要入育就把儿子还回去了 对啊对 所以说我六岁的时候才回到外婆这边 哦 你再回来的时候你已经长大了 你是回到 你其实不是回到 你是到了 你是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家庭啊 对对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是我外公外婆 我觉得舅舅 我都不知道都不知道 只是说那个时候年纪很小嘛六岁 我会觉得说在外婆这个环境很像是天堂 那我我生父那边算是地狱啦 哦他们的外婆对你很好嘛一定的嘛 对不对 因为对啊因为我在生父那边每天都被打嘛 对啊 印象当中就是这样嘛 对啊 但是阿伟这样讲啦 就是说这个在阿伟的成长过程也是叛逆的不得了嘛 国中啦 国中 那不是在一个天堂里生长的孩子吗 那时候那个环境是大家无群孤党啊 对啊 嘿嘿嘿嘿 大家同学啊 最坏最坏做什么事啊 你讲啊 国中嘛 国中就是反正在学校打架 在校外打架有的没的啊 就是警告大过小过全部都满了啊 就剩最后一条是带回家管教一个礼拜啊 居家隔离就对了 对对对 如果再回家管教一个礼拜再不行就是退学啊 了解了解 浪子终究会有回头的一天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跨界的艺术家 他的纸雕 他的漫画 他的这些很多东西在网络上都 很多各地方都被人家称赞说 这个人的艺术天分是非常好 但是你是无师自通嘛 可以这样讲 我都自学 我都自学 都自学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在小时候你看看 爸爸把他抱走了 妈妈也把他再抢回来了 然后呢 国中的时候又出去这个 这个这个匪类 对不对 这个非常叛逆 对不对 但终究他的艺术天分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天生的 他就让他开始逐渐逐渐 变成一个浪子回头的艺术家 我们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休息一下啊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一小世界 我们今天来访问阿伟 陈志伟 你上网去打阿伟的时候 伟是那个伟小宝的伟 那么他是嘉义人 1975年现在也快差不多 中年大叔了 可是他的东西呢 可以说是各式各样的创作 小时候从一个 这个可能对家长老师对来讲 都是非常头痛的小孩 但是呢 他自学 捏缩纸雕 维形创作到油画 各地办展览等等的东西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 这个成功的一位艺术家 也是相当跨界的艺术家 我们刚刚今天聊到这个 他小时候的一些状况 那阿伟你 开始你自己心里 应该是你自己开始觉得 那种荒唐的岁月 要挺下来 应该开始做一些事情 我讲的都非常励志嘛 事实上是这样吗 还是在退伍之后 退伍之后就想说 不要再 不要再 在外面这样混 对啊 那你在军中有做过什么事吗 就是我在 我也很幸运 就是在当兵的这一段 我是当一年四个月嘛 然后这段 快两年的时间 在军中也是都是 长官也是教会 教我们布置啊 画画啊 就是 我是负责我们全师的那个美工嘛 OK 对对对 当然也是刚刚好 就是学友专精有用到啦 就有被长官赏识到啦 你就直接这样讲 我帮你讲就好了 对不对 也是这样 阿伟过来 这个做得很棒哦 是不是 我们什么队上面 这个布置啊 什么很厉害 对不对 对 就表现还不错 那时候你就已经给长官看到那个什么纸雕嘛 对 就是 我刚进去这个单位的时候 就是做一个那个大海报用 就是我记得是老兵欺负新兵的宣导啦 宣导什么 宣导老兵要欺负新兵还是新兵要对抗老兵 宣导不可以老兵欺负新兵啊 你是新兵啊 你是新兵啊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那个年代蛮多这个状况啦 他就是会宣导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怕 怕这些话就对了 阿伟进到军中那个老兵 看到阿伟的长相应该都不敢欺负你吧 其实也是有一些学长他不会管你长怎样啊 他要弄你那是要弄你啊 那你就那你怎样 你是那种会逆来顺受 还是就直接把那个这个板凳就拿起来 跟他对干的 那个时候也知道说这个环境也不适合 也不是像在外面啦 对啊 就乖一点嘛 就乖一点啊 你果然你果然还蛮适时务的 但是阿伟的纸雕被长官看到 对对我就是做了一个大海报 用纸雕做一个宣导 被我们那个算是最高的长官看到 他就叫我去啊 因为他们没有看 那个年代他们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啊 就觉得很特别 距离现在也是二十多年前了 差不多 二十多年前 对 后来他就 这个长官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很适合拿来送礼啊 哦 他有学长要升官 他就麻烦我 他麻烦我就是说 他学长要升官 大鹏展翅做一支老鹰的纸雕 阿伟我学长升官 明天交一个大鹏展翅 阿伟我的朋友要这个生孩子 明天就做一个龙凤 什么弄脏弄瓦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你就做了嘛 对不对 对我就做了 然后装装 然后长官就拿去送给他们的学长 那你应该当兵买吃的香了 那个段时间 还可以啦 还不错啦 还不错吧 是不是 你基本上你懂得怎么样 这个让取悦长官啊 对不对 这是各取所需啦 也可以这样讲啊 对啦 也可以这样讲 说真的 他们也很照顾我啦 真的 对对对 懂了懂了 你看起来 很懂得讲这个场面 很重要的话 对不对 就是看 其实我这个人很直啊 我很直啊 只是说 什么场合该讲什么话 自己要清楚啊 那个学会了 想慢慢想 对啊 后来 后来阿伟出来了 对不对 开始自己要做创作工作 以前那些兄弟没有回来找你吗 其实我 我不算 我没有入什么帮派 不是啦 我说以前那些兄弟啦 朋友 大家都会联络啦 对啦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环境 我有我的环境啦 一定有人 一定有人找你说 说阿伟一起出来混啊 一起干嘛干嘛干嘛 一定有人这样讲啊 是有人这样讲 但是不多 只是说他们也知道我想要走的路 他们也很支持啊 他们也很羡慕 我可以做喜欢的自己热爱的 而且你有天分 最重要是有天分 对不对 对对对 当年人家是来找你的时候 你就立刻做一个浪子回头的纸雕给送给他 对不对 还有金盆洗手的纸雕 纸雕送给他之类的 对不对 但是做给他 不一定会洗手啊 对不对 很好 好来 可是做创业创作的路 其实很辛苦啦 阿伟听说你 曾经有好几年都是吃泡面啊 度日啊 是真的吗 对 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 成立阿伟原创设计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刚出来开工开店 没有人认识你啊 当然啦 你这时候在做什么 你设计什么 我就是那个时候 刚开始是做一些招牌设计啊 名片设计啊 平面的 一些广告设计的部分 哦 懂懂懂懂 对对对 阿刚开始出来 大概前面四五年 没有人认识你 你当然要 你 你 没什么行李啦 哦 阿就是 吃饭 我像我家的鸡肉饭 我们都吃便当骨子的 我是吃便当骨子的 这样是 就是说 就是说 那个鸡肉饭是用塑胶带装 比较便宜啊 哦 你是连这个都要省 对啊 然后用便当盒装会比较贵 哦 这么省 然后不然就吃泡面嘛 就是泡面 啊就是去度过那几年的 那个 打基础啦 对啊 打基础啊 对啊 对啊 哇 这不容易啊 这不容易啊 那么多年 就是很撑啊 就很惊啊 刚开业前半年 开业满半年之后 你可以跟银行贷款 嗯 企业贷款三十万 OK 然后贷出来之后就继续撑 哈哈 懂了 对继续买泡面 对不对 对对 撑到大概四五年之后 有一点大家就有一点认识你 知道的东西还不错 对 客人介绍客人 因为我的公司没有广告业务啦 我懂我懂我懂 就靠你一个人啦 我知道我知道 对啊 都人家 介绍人家 OK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阿伟 我们先休息 进个广告 OK OK 欢迎你回到 凡人节意想世界 我们今天听到阿伟 在讲述他的故事 其实就很多台湾的年轻人 在成长过程 特别是他走艺术 创作这条路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阿伟从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 可以说无私自通 喜欢艺术创作 但是因为他也不是科班出身 也没有人脉 也没有相关 他就靠自己一个慢慢慢慢 今天走出一个跨界的艺术家 在不同领域当中 都受到大家很多人的欣赏 你可以打阿伟 伟小宝的伟就看到 的一个阿伟原创设计里面的 很多的作品 阿伟 你在吃泡面的时候 其实也是应该要谈恋爱的时候 也是有 但是就那个时候 比较年轻 也不是很固定 对 你说不是固定的女朋友 就是 譬如说 我们这个 也有交过两三个女朋友 这样子 对啦 但是都吃泡面吗 对阿 差不多 就把人家吓跑了吧 也是 有的是这样 还有的也不会 对阿 对 那你现在老婆呢 现在我的 我有两个婚姻 我的第一个婚姻 等级离婚 我跟我前妻离婚 然后现在这个老婆是 就是第二任的老婆 对 对 怎么认识的 她是我在高职的时候 她是我的学 算是我的学妹 那个时候认识 然后大家毕业之后 就没有在一起了 然后又绕了一大圈 后来又 重逢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我在遇到她 那个时候刚好是 我的人生又是另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 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做那个超流T 超流T恤的品牌 嗯 然后就被恶性倒闭 嗯 然后那个时候也 就是欠了很多钱 嗯 而且还跟 那个时候还跟地下钱庄借钱 嗯 最严重 最严重是这样 可怕 搞到后来就是 搞到后来 就是差一点出国深造了 对 哈哈哈哈 招流了 他就 但是这个老婆还是愿意跟着我 就碰到这个老婆 对不对 对 他就说 就是 也是他也是很支持我 就是说一起努力 还债这样子 这就叫不离不弃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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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对 所以你不要再有第三任了 这样听懂了 没有 没有 就是 老了老了 没错了 你跟全国听众朋友发誓好不好 许下承诺 我阿伟 我阿伟 好不好 这辈子不会有第三任老婆了 好不好 不会有第三任啊 对啊 对 要讲我阿伟 我阿伟 嗯 嘿嘿 你不是很直吗 你老朋友在听吗 我 他可能 他他就是 他会再听 他会听 对 他会听啊 所以你现在 你现在发誓他会很开心 哦 他 他会很开心啊 他会很开心啊 他会很开心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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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好了 你现在的艺术创作横跨了好几面向 你最核心的 你的最起家的创作来讲是什么 纸雕 从小是喜欢画画 画画 对 画画 然后再是高职一年级接触纸雕 纸雕 对 然后2018年开始做创作这个场景模型跟捏缩 捏缩 对 还有这有在学 以为是自己在学油画 对对对 你在学油画 多方面的 我觉得其实创作的美彩都差不多 只是说他用不同的方式表现 是是是是 没错 没错 而且阿伟现在的作品被放在很多的不同地方做展览 对不对 然后一些很多人找你一起来创作 是不是这样 对 有邀请展览 有觉得不错的场地 因为我的东西有的时候比较大 也需要有场地 那不是有OK的场地 我就会去展览这样子 OK 对啊 对对对 所以所以对阿伟来讲这个人生可以说到今天 已经可以说是你自己很清楚成熟了啦 对啊 已经经历过蛮多事情了 你经历过很多事情了 对啊 对啊 好我们这个看到阿伯现在这个状况其实说实在了 你说你是浪子回头也好 或者是哎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呃终于熬出头啊 浪子熬出头也好啊 对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跟阿伟继续聊 好好好 欢迎你回到范瑞姐的意想世界 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像阿伟这种坎坎坷坷曲折离奇 而且因为他是做出了一个艺术作品 很多的艺术创作 所以他的艺术创作当中也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风格跟色彩 那艺术家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的展现 你如果去看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 我没办法跟大家介绍那里面的内容 可是他的东西真的非常的特殊 而且他有很很很那个这个很多很很突出 很夸大很特别的一些的色彩跟运用 阿伟这些年走过来 阿伟你觉得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我的家人吧 你的家人 你后来在那个过程当中 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在那混来混去 打架闹事 你妈妈是怎么样的 那时候是在做什么 其实我妈妈在我小时候就过去日本了 因为他那个我被偷抱回去的时候 他就是他要我要不回来的时候 他就跟一个阿一去日本工作 去日本工作 然后他是从日本背回来告我的身份 才把我要回来 之后他又他又回去日本 他又去了 又把你留给外婆 我是我是从我从小是从外公外婆带大的 对对对对对 那你后来再跟妈妈重逢是什么时候 没有我妈都会回来台湾阿 都会回来看我阿 都会回来看你嘛 对对对 只是说他可能就是 不亲对不对 他不想 他那个时候可能想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对 我懂 而且你是他伤心的过去 对 对不对 那现在他过去日本 他一开始是 就是在中华料理店当小妹 当就是徒生 OK 然后后来有办法就自己开一个小酒店 也很能干 那后来认识我现在这个继妇 我的继妇是日本人 OK 那跟我这个继妇有生一个女儿 就是我的妹妹 妹妹 就是台日混血的妹妹 对对对 所以我看你的作品当中有很多日本风格的东西 跟这有关吗 我蛮喜欢日本的一些文化跟一些精神 OK 了解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说你的家人 你讲的感谢的是谁呢 妈妈吗 我从小到大 我最感谢我的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 对因为没有阿公阿嬷 也没有今天有我 那当然也是会去感谢妈妈 跟我的老婆 对 两任都感谢吗 也可以这么讲 因为每一个时段的遇到的事情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对 是 不过阿公阿嬷真的在那个年代当中 看着孙子 很多事情他只能给予爱 他其实也不能教你什么 对不对 对 他就 他就不叫我设置 他就叫你不要拍 不要去做拍 你也没有在听 对阿 对阿 那个时候就很坏 对 是不是 对阿 你没有在听阿 对不 对阿 就叛逆阿 也是这样阿 对不对 可是这种叛逆 叛逆的小孩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旦是转回来 哇 他那个爆发力不得了 就是 也不想再让家人担心 或者是 对阿 对阿 这样就 这样就继续下去 也不可以啦 对啦 对 所以好 感谢这些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现在还在世吗 阿公在四年前过世了 阿嬷还在 阿嬷还在 对对 你自己回想起来 你也都快五十了 对阿 对阿 阿嬷应该今年八九十了吧 九十 阿嬷今年八十六 八十六了 对差不多嘛 我妈今年六十七 对 那你妈 我妈二十岁就生我啦 二十岁就生你了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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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个年代是 而且是 是那个年代就是 可能就是 妈妈叫你嫁谁 就嫁谁了嘛 对不对 对 就是这样 对 我阿公阿嬷也不知道 我的生父是一个这样的人啊 他们也不知道啊 看不出来 对啊 所以他们也是蛮 对我妈觉得蛮蛮欠的这样 对又不是说你妈妈自己出去 随便找人 对不对 那个时候 不是嘛 比较没有那个自由恋爱啦 没有啦 那个年代 是不是是妈妈选择的 是阿嬷选择 阿嬷 阿嬷选择 妈妈选择女儿的未来啊 对吧 对 是不是 对 对 没错嘛 真的 好 来 我们回到你的 你的工作 好 我们回到你的工作 对你来讲 你最想创作的事情是什么 你想要达到什么 什么样的地位 你就觉得 我阿伟这一生可以说 有了 可以说可以交代 我没有这个想法过啦 因为我觉得创作是没有尽头的啦 当然 我觉得没有尽头 我想创作什么就创作什么 就是我有生之年能做什么就做啦 对啊 你不能这么直啦 你这么直我们怎么聊天啊 你这么直说我想做什么做 你要了解 一个艺术家要规划自己的人生 对吧 所以我阿伟今天 好不好 演员说我要拿到一个金马奖 金钟奖 还是什么奥斯卡奖 对不对 对拍摄影的人说我要拿到普利茨奖 对吧 建筑我要拿到什么什么奖之类的 对不对 我总有一个 我总有一个目标嘛 对不对 不然人家 哎 人家就说 阿伟就会有一天说 我至少要变成阿伟大师 对不对 我不要不要 不要吗 不要叫我大师 不要大人大师 阿伟老师有吗 可以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不能讲大师 因为我觉得 这个很太 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个 那个 怎么讲 我感觉这种大师 什么谷报 这种的 我很不爱听 我没跟你听这 因为我感觉 世界上没有大师 你讲出正重点 你讲到精髓去了 因为我觉得创作就是创作 创作就是快乐跟自由 要在那边什么大师 不要在那边什么 我感觉那种很浮夸 显然你没有经纪人 我没经纪人 对吧 因为 这是我自己的感想 对啊 你真的是一个性情中人 对啊 我感觉 对 创作就是创作 没有什么艺术公司 什么一些公司 什么艺人 什么经纪公司找你 阿伟我来帮你做你的艺术经纪 我现在目前是有跟游赌公司 游赌世界 我跟他们有合作 是 对对对 但是我没有 就是因为他们给我的空间很大 对 你一定要给你空间大 只要限制你 你就不玩了 因为我这个人很高贵 你这个 我都会跟你说 我是很高贵的 但是我感觉 这样开始真正的我 因为我不喜欢 就是 在那边夹 为什么 我不会这样 对啊 各位听到没有 你们今天听着 我刚其实对阿伟 是一直想找地方戳他一下 看看他会流出什么汁来 好 这个 我刚是故意试探你的 这个就看出来 就是这个人 我跟你说 他把你当朋友 就把你当朋友 重感情 对不对 对 不会跟你计较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忽悠他 你忽悠他 跟你讲 他掉头就走 不用理你的 管你是谁 好不好 像在我 在我脸书上面 叫我大师的 我都给他删留言 但是我删完之后 我会去给他资讯说 我为什么删你留言 因为 怎样怎样 我删你留言 各位大家就知道吗 你可以叫他大叔 不能叫他大师 好不好 因为 今天你要 你今天要称呼人家什么 你也要 对方 接受吧 不是说你想 叫人家什么 就叫人家什么 你知道我意思吗 没有啦 人家是对你的尊称嘛 我猜 我会跟他说啊 我知道你 你对我的尊称 但是你也要尊重我啊 好啦 好啦 老师 阿伟老师 不好意思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好不好 我们来做朋友 对吧 好啦 来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今天要谢谢阿伟 阿伟老师 气得 半大哥 不能啊 我跟你讲 你到他脸书上讲 大师会被删 我告诉你 他要把你删掉 我告诉你 对吧 你不能叫他大师 要讲阿伟老师 你叫我就有名 你叫我的名 没关系 不要就直接叫阿伟 他也不会生气 对啊 对啊 然后呢 你喜欢的作品 就用他作品 不要指指点点 好不好 不用封号 也不用封号 也不用标签 对对对 喜欢他东西 就喜欢他的东西 就这样子 你对他的东西 喜欢 不喜欢 不要批评 也不用 他不理你的 他不管你的 你要做他要 他要做他要做的东西 对吧 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自由 是嘛 就是啊 而且你知道 到这个年纪 阿伟 你不做自己开心的事情 那要做什么 对不对 没有几天啊 对啊 没有啦 没有啦 我是说你 你到这个年纪 对不对 要做自由自在的东西 而且你才会发挥出 你想要做的东西 出来 对啊 创作不要去限制啊 对 创作不要去限制嘛 但是 但是 说不要去限制 但是也要去考虑到 对方的立场嘛 对不对 某些 有些 譬如说你的东西很大件 他就要空间大一点 所以你也不能委屈你的作品 对不对 要留天留地 留空间 要留白 他才会好看啊 对吧 对对对 但人家可能预算有些 又很喜欢你 你想想方法 看能不能帮助人家 也看你的作品有机会啊 这个就叫做什么 这叫做创作的EQ啦 对啊 对啊 是不是 你看我开始 跟他啰嗦了 不会啊 不会啊 没有我其实 因为我很喜欢你的东西 谢谢 我看到你东西 我知道这有超级厉害的爆发力 而且你多样性 各位听到没有 一个创作艺术家 有的人终其一生 只能做出一两个 筷子人口东西 就做不出来了 但是阿伟的东西很多样性 他可以说 既人又鬼 既阴又阳 既上又下 好不好 既男又女 这个东西又似火 又如柔水 似水柔情 对不对 各式各样都有 我不知道怎样建你的话 不知道怎么建 对不对 太厉害了 不好接吧 对不对 你做到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看艺术创作 我们就知道了 因为就看得出来这些 你的那个爆发力 现在真的很旺盛 还在很旺盛的状态 就是我有时间就是创作 因为我白天工作 晚上回去创作 我创作都是晚上 白天要做生意 我白天要做公司 设计公司的工作 而且你要这个 很多是养家活口 对不对 要照顾员工 对吧 我公司没有员工 没有员工 就你一人 我只有工班 一群工班 工班 也是 我的店里面没有员工 也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跟着你一群人 那要做什么东西 大家都要听你的指挥 互相照顾 是不是 现在不用吃泡面了 好一点的 阿伟我们保持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作 大家也可以上网去看看 如果你有个创作的空间 各位听懂没有 如果你有个创作的空间 我帮阿伟打打广告 你现在需要打广告吗 还有 对 就是说 喜欢我的创作 如果喜欢我的创作 要邀请展览 但是要看场地 因为如果场地OK 我都 我其实日期拍出 我都会 我都会展出比较多 因为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好的 阿伟不只这样 各位听众朋友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些空间 那你有些东西 你可以找阿伟来帮你设计 一些主题墙 或者一些空间的装置 他都应该都会 也是可以 只是说 我是在嘉义 如果是中北部 我觉得可能比较没有办法 因为 这样子 这样子我的客户 他比较不划算 这个讲话真的很迟 对不对 现在世界是扁平的 搞不好日本有一个什么东西 叫你去一个饭店 找你去做一个东西 对吧 欧洲有什么东西 你说 不好意思 我台湾 是怎么 对吧 OK 你的东西很宽 真的很宽 谢谢 真的很宽 祝福你 谢谢 谢谢方大哥 谢谢 我们今天跟阿伟的访问 到这边结束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阿伟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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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